全球十大抢劫案最多的国家 他们犹如一道道难以愈合的社会伤疤 治安阴霾的厚重不仅令当地居民生活于不安之中 更是让全世界瞠目结舍 这些国度里的抢劫事件频繁地仿佛无休无止的都市传说 每一天都在上演着现实版的猫鼠游戏 挑战着司法公正与社会秩序的底线 犯罪洪流如瘟疫般蔓延 在暗夜的掩护下 狡猾地潜入寻常项目 悄然侵蚀着无数无辜公民的安民生活 还没加入咱们队伍的朋友 赶紧点击关注海量网期猛料等你解锁 现在就让只有奇妙之眼 携手大家踏入这片鲜为人知的领域 一同揭示全球十大抢劫案高发国的真实面貌 剖析那些让人神经紧绷 心弦震战的治安黑洞 以及背后深刻的社会激励 第十名比利时 当提及比利时 似乎与其名列全球抢劫率较高国家行列的事实不符 然而 正是在这块秩序井然的土地上 人们意想不到的发现 抢劫犯罪活动却乎频繁上演 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尽管大多数抢劫案件并不涉及极端暴力 多表现为手法灵活 极具欺骗性的爬窃与抢夺行为 例如那些敏捷的爬手和抢包贼专门挑选那些疏忽大意的行人作为目标 趁其不备之时迅速盗走手机 手提包乃至钱包等个人贵重物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诸如地铁站和火车站这类人潮涌动的公共交通枢纽 已然成为犯罪活动的高发地带 在这些地方 汹涌的人流恰似一块天然屏障 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他们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 在受害者尚未来得及觉察危险时即刻行动 而在周边群众意识到并试图援助之前 犯罪者早已借助混乱场面成功脱身 消失在人群中 这一现象揭示了即便是发达国家 也需面对城市空间内犯罪活动的狡猾与流动性 所带来的挑战 第九名 美国 这个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 在繁荣表象之下 却逆藏着鲜为人知的治安困境 国内抢劫犯罪问题日益凸显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 美国全境内的抢劫案件数量尤其引人关注 以密歇根州底特律地区为例 其抢劫犯罪率之高令人瞠目 数据显示 每10万居民中就有不少于45人 曾经亲身经历过此类犯罪的伤害 尽管底特律等地积极采取了一系列前沿科技手段 加强治安防范 意图精准打击和有效抑制抢劫犯罪的发生 然而现实却颇具讽刺意味 一方面 犯罪分子展现出了极高的智慧 他们巧妙地规避监控系统 让这些先进的防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 他们对实施抢劫行为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甚至达到了轻车熟路 无所畏惧的地步 以至于这种违法之举在某些犯罪群体中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治安形势的严峻性 第八名 乌拉圭 乌拉圭 虽以其秀美的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 却无法掩盖其高企的犯罪率 尤其在夏季 蜂拥而至的游人成为犯罪活动的焦点 许多人满怀期待地奔下海滩 只为享受阳光浴 期待归来时几乎有黑或至少略显健康的小麦色 然而 与此同时 一群不法分子正悄然模仿游客的行为 伺机从毫无防备的目标身上窃取财物 尽管警方会定期在警区进行巡逻 犯罪分子却总能寻觅到时机 趁警察不在场或警力分散之时发起攻击 因此 无论是身处警察视线之内还是之外 游客们都应时刻保持警惕 高度提防 以防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据统计 乌拉圭的抢劫犯子率高达每10万居民中有45人不幸遭解 第七名 厄瓜多尔 被誉为南美洲瑰宝的这个国家 近年来因其遭受债卡病毒疫情的严重冲击而举步维艰 然而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背后 又隐藏着另一场隐性的社会动荡 预见猖獗的盗窃犯罪浪潮 虽然从全球范围来看 厄瓜多尔的盗窃行为主要表现为相对低烈度的爬窃 较之某些暴力犯罪猖獗的地区略显温和 但其频繁发生且愈发严重的态势 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恐慌和信任危机 绝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在厄瓜多尔的日常生活中 爬窃行为虽已变得司空见惯 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关注与报道 往往在公众认知层面并未引起足够警惕 然而 随着犯罪手段的日新月异 一种新型的盗窃模式正在厄瓜多尔悄然崛起 一些不法分子乔装打扮成出租车司机 利用乘客的信任 司机对其财产进行侵犯 更有甚者 他们会诱导受害者前往自动取款机提取现金 然后趁机实施抢劫 这种新型犯罪手法的出现 不仅加重了厄瓜多尔的治安压力 同时也对当地旅游业和人民生活安全感 造成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第六名 南非 这个承载着深刻历史烙印和复杂社会问题的国家 长久以来一直在努力应对黑人族群普遍存在的贫困议题 而今更是由于种族主义遗留的顽疾 陷入了犯罪率极具攀升的泥沼之中 尤其是在城市的街头巷尾 帮派暴力和针对无辜平民的抢劫事件 犹如毒瘤般肆虐 给南非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回溯2015年至2016年间的安全数据记录 南非每日平均报案的抢劫案件数目竟高达148.2起 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直观展现了当时犯罪活动的猖獗程度 意味着在南非 平均每10万人中就有约98人不幸成为盗窃抢劫的受害者 这一比率足以令人愕然 尽管南非政府与安全部门从未间断过对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 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社会治理改革 旨在扭转这一严峻局势 但遗憾的是 现实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抢劫犯罪率依旧高位运行 逐年攀高 揭示出南非在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面临的艰巨挑战 墨西哥当前正面临抢劫及其他类型犯罪的急剧增长 而这背后的核心推动力量便是盘根错节的毒品交易网络 在最近的一项关于国内安全感受的民意调查中 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浮出水面 高达七成三的受访者坦诚表示 即使面对再小的冲突或挑衅 都会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感到深深的不安定 街头巷尾 帮派势力嚣张跋扈 不仅公然在公共场所施暴 甚至频频入侵民宅 使得整个社会治安局面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面对这一棘手难题 墨西哥政府已果断将打击犯罪 重建安全秩序提升至战略高度 全力以赴恢复民众对于生活环境的最基本信任 然而 现实的挑战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犯罪集团不断升级其作案手法 运用高科技手段和精密策划躲避执法部门的追捕 这让犯罪率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据统计数据显示 令人痛心的是 每年每十万人口中就有超过617人 惨遭各类犯罪行为的侵害 这一数字充分反映了墨西哥治安问题的严峻程度 以及改善之路的曲折漫长 第四名 哥斯达黎家 这个被誉为大自然伊甸园的国度 在炎炎夏日里如同一首清新罪人的诗篇 让人沉醉于他那绵延不绝的迷人海岸线 引来无数旅行者 期待在这片天堂般的沙滩上沐浴阳光 尽享悠闲时光 然而 掩藏在这起立幻境背后的 却是一份令人脊背发凉的残酷现实 犯罪分子如同伺机而动的狡猾猎手 瞄准了那些沉浸在假日欢乐中的游客 特别是在宁静的海滩上 他们趁游客放下防备时骤然出手 甚至不惜以冷硬的枪口威胁 将无辜游人的假期瞬间推向生死攸关的临界点 此外 这股犯罪暗流还悄悄渗透至看似平常的服务行业中 部分不良出租车司机被犯罪团伙收买利用 他们表面上扮演着热情好客的导游角色 实则暗怀叵测 将毫无戒备的外国游客引入预设好的夫妻圈 任由歹徒们肆无忌惮地实施抢劫 这样一来 原本憧憬着轻松愉快 无忧无虑的度假体验 转眼间就可能化作一段危机四伏 令人胆战心惊的历险计 这样的反转 不仅揭示了哥斯达里加治安问题的严重性 也让人们对旅游安全有了更为深刻的警醒与思考 第三名 多明尼加共和国 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 尽管以其热带风情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却不幸深陷毒品交易的漩涡之中 这无疑为其治安状况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与此同时 一种极具特色的犯罪形态在该国各大城市中日益凸显 驾车抢劫事件层出不穷 犹如黑暗中的前行者伺机而动 犯罪分子在多明尼加的大街小巷中 悄无声息地跟踪那些毫无戒备之心的行人或驾驶者 等待最佳的突袭时机 一旦目标放松警惕 他们便会闪电般发动攻击 瞬间夺取贵重物品 并凭借贤熟的驾驶技术 请客间驾车消失在事件之外 企图在警方接到报警并采取行动之前彻底遁刑 不仅如此 这类犯罪行为还常常伴随着精巧的布局与策划 犯罪团伙会在选丁的路段上设置陷阱 例如伪装成善意的援助者诱导受害车辆停靠路边 或者蓄意制造交通拥堵以便接近目标车辆 借以假装规避潜在交通事故的假象 实则是为他们的抢劫行动铺垫舞台 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场景 不仅加剧了社会治安压力 更让每一位当地居民和来访游客 都不得不绷紧防范之嫌 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危险 第二名 阿根廷 阿根廷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璀璨明珠之一 却在另一维度上展现出了令人堪忧的一面 其犯罪率在全球范围内高居第二位 特别是在抢劫案件数量上显得格外刺眼 这一矛盾的现象 不仅颠覆了外界对阿根廷繁荣稳定的印象 更是对每年络绎不绝前来体验 南半球独特夏日魅力的游客群体 构成了直接威胁 据官方统计数据披露 阿根廷国内的治安状况实则暗潮汹涌 警方接报处理的所有犯罪案件中 竟然有超过七成的比例属于抢劫与盗窃案件类别 这一比例之高足以反映该类犯罪行为的嚣张与泛滥 换言之 当你漫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巷尾 或是徜徉在潘帕斯草原的浪漫风光中时 很可能身边就潜藏着这般令人胆寒的社会隐患 因此 阿根廷急需针对此类犯罪行为实施强有力的打击举措 以保障国内外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维护其作为国际旅游胜地和经济大国的良好声誉 第一名 智利 这个国家令人恶然的是 在治安维度上 它却被烙上了盗窃犯罪最恶劣的标记 这样的反差无疑为其辉煌成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诚然 智利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 基础安全措施也在逐步加强 然而 不容忽视的是 正是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不足和滞后 如同滋养黑暗势力的沃土 为各类犯罪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数据显示 每10万名智利居民中 竟有高达467人不幸成为犯罪活动的受害者 这一比率令人震惊 尤其是抢劫犯罪 如同一股无法忽视的暗流 深深渗透进日常生活之中 使得智利在盗窃犯罪领域的严峻形势尤为凸显 俨然成为此类犯罪行为肆虐的重灾区 因此 智利的治安问题不仅期待社会各界关注 更是要求政策制定者们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来弥补设施缺口 强化治安管理 以期彻底扭转这一现状 保护每一位公民免受不法侵害 确保国家整体发展进程的稳健推进 随着我们的揭秘之旅步入尾声 揭露并不是目的 警醒与改变才是关键 当我们揭开这一层层犯罪面纱 映入眼帘的是对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迫切呼唤 每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各异 但无不指向同一个目标 构建更为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因此 无论是加强执法力度 改善教育体系 还是推动经济平等和社会福利 都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才能真正缝合这些社会伤疤 驱散治安阴霾 重铸民众的安全感 好了 以上就是全球十大抢劫案最多国家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本期视频那个哪个国家让你最印象深刻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记长按三秒点赞加关注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